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其他方面新闻 美国亚洲食品工会第14届董事就职典礼在盟市举行 奢雄志容认新一届会长 美国亚洲食品工会在盟市海宝酒家举行第14届董事就职典礼 及联欢晚会 在加州财务长江俊辉的主持下 新一届董事宣誓就职 联邦众议员赵美新 加州参与员张玲玲 加州众议员周本利盟市副市长陈赞兴 FDA部门主管 产体港专员和社团侨领 均出席并颁增祝贺传 汉商公司副总裁 新任会长周崇志在会中表示 希望工会能担当起亚洲品牌进入美国主流市场的门户 协助这些亚洲品牌产品 在美国亚洲市场销售外 更能进入主流的连锁超市 代表我们亚洲的食品 要介绍给多一点美国人 因为他们都认识我们有一些 泰国中国的食品菜 什么饮料 但是重要还是全美国 还是不知道我们中国的品牌 大品牌是什么 比如说王老吉 大家不知道我们王老吉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希望是我们可以代表一些 亚洲的大品牌 比如说从台国台湾什么可以进去 因为我想亚洲的食品是非常非常好 美国亚洲食品工会成立已有26年 长期致力于担当联邦药品 食物管理局及政府部门 与亚裔社区沟通的桥梁 未来的目标 缺纳更多会员家门 使更多的亚裔饮食 融入美国主流日常的餐饮当中 美国国家电视台记者陆萨基采访报道